当时我听到之后都很害怕 因为我有个儿子有自闭症和轻度弱痣 我知道这个病我是有了抑郁症 大家好 我是Kitty 其实我在两年前发现自己有个叫做慢性淋巴白血病 我以前的工作是在房屋处的申请组 做一些审批一些公屋申请表的工作 做事的劳碌劳损 就引致我的脖子去到腰骨都痛 而且拿起一张纸都痛和麻痹 所以我就去了联合医院的骨科牌佳症 当初求产骨科 想着都是腰骨痛等的小毛病 但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幻想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当时我听到之后都很害怕 因为我有个儿子有自闭症和轻度弱痣 我是很担心没有人照顾他 也很担心我离开世界之后他会怎样 我和我儿子的关系是切肉不离皮 即是我生了出来之后到今时今日 他都一直是整天要黏着我 无论在家庭工作上面 Kitty凡事都是力求完美 不过得如其内的一场大病 彷徨 惊恐的感受不断涌出 令他陷入了情绪的心愿 是的 我的抑郁症 其实在十几年前有了 但因为有癌病出现的时候 真的很害怕 很担心 不知道有没有药医 又不知道我儿子会怎样 所以都是要吃药 面对癌病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丈夫的陪伴 为了Kitty在恐惧之中 带来了无限的安慰 我又没有特别去怕 因为始终她说她有淋巴 爆血病的时候 都上网看过一些 都知道是不会立即有事的 再跟医生说 都谈过 幸好的话 可能十年八年都不会病发 因为疫情的缘故 Kitty染疫而引致病发 不过医生就提供了 另一个治疗方案 医生说不用钓针 你可以吃我们的一线标白药 以及你是公务员 不用钱 我开心得不得了 最初是有少少的副作用 只是有少少关节痛 还有手会出些好像炆烂的东西 现在这个标靶药 控制我的癌细胞 不要发出来 保持一个正常的血指数 总之一线标靶药失效 便去二线 二线便去三线 三线便去四线 因为医生说 现在血癌的标靶药 已经研发得很好 其实这个资讯都带给我很大的盼望 喜乐 现在Kitty的生活 和以前相比 有着180度的转变 生活变得更加有规律 每日都会去到公园散步 去做一下运动 和正常人无疑 我现在的病 吃着标靶药 那些血就很稀 尽量不要让自己跌倒 痠 或者做手术的时候 都要停药 那为免这些麻烦的事 我都尽量不会去跑步 都是做一些柔软体操 拉筋 拉橡筋 或者在公园散步 在今次的逆境之中 Kitty感受到的是 一家人互相守望 互相扶持 原来这份爱 一直都在自己身边 那个关系是以前没有的 我和她上班 大家都很忙 都是胃口奔驰 要供楼 要供子女读书 但是原来 我病了这两年的里面 我才觉得 这些才是生活 原来我丈夫在我身边 都很开心 尤其是我有病的时候 我真真正确发现 原来没有她在身边 我可能我也不知道 变成了什么 我有病之后 其实我的儿子 她乖了 因为知道妈妈有病 但是我都是良心发现 知道我自己以前做的 实在是太忙 比她时间太少 其实这些儿子 是很需要陪伴 鼓励 和一个认同 我是感恩我有这个病 和我早发现 有药可以暂时控制到 所以我不知道日后会如何 但是我很珍惜每一天 和我家人的时间 都会有担心 有一个相比 有一个小的 UNG 尔蒙